自己配合老出现失误,有防犯的机会抓不住 打手出界,这个球是波多利哥的发球好 我们看看,裁判好像判界外 还是打手出界 又是泰国队自己的失误,这种球太可惜了 转瞬之间,泰国队连续丢分,被波多利哥追成了13平 刚刚还有5分左右的优势,一会儿就没了 这个泰国队这一战对荷兰和波多利哥这两场比赛 很值得总结一下,看看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他们打荷兰的时候也是 三局都是领先,被对手翻盘 三局都是一 taking Hey guys! 三局都是一打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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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长! 只要是三局��요? 泰国队还是稳住了阵脚 现在16比13领先 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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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长线 泰国队后排没有防住 波特里哥队换上了14号奥尔特加 后排换上来发球 二号位马里卡的定点进攻 被波特里哥队给拦住了 波特里哥队落后4分前面是 现在他们就等于是要追抓三个防反才能够追上来 先通过了一个篮网 后排防起 调整强攻 还有机会 快球打后排 看这球出界 没有抓住防反的机会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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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面 太国队换上来的18号复工 这个接应对方好像蓝防起来有点不太适应 他的进攻连续得了两分 短拼快好球 布德利哥的二传手 莫吉卡他远往传出短拼快的能力还是挺强 宇传一扳 只能是推攻过去 这球打得比较巧妙 阿尔瓦莱斯有意识的制造了对方一个篮网失误 泰国队把努萨拉再换上来 另外金英玛丽卡也上场 刚才这个球可能打了标志杆 这样泰国队还是领先三分 参赞 16号 ou 14号 19号 b 2 这球阿尔巴莱斯 篮网篮的漂亮 外面的这只手呢 右手有意识的望里包 但在落后三分的情况下 波多利个队通过两个篮网得分 已经追回来两个 请交叉 没有打死 后台轻打 哎呀 这个球过渡一下 结果被对方给拦死了 波多利个队 还是依靠自己的网口实力 连追了三分 三个篮网得分 这阶段把这三分的差距 给弥补过来了 泰国队叫了暂停 ometer 既然是这样 说是在大人的区别的 石头上 在一圈之中 我们这一生就做了 是的 和内浪带 在海洋 把这一生就描运 通过一圈 反正 我们都想跟上 横到全红 trees 接近 说是 有点 双方继续比赛 条队已经被对方追平了 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那我想泰国队呢 主要还是他首先网口实力不够 这是一点 但是前面为什么能够得分 而到了这个后半局的关键时刻 他们的得分就显得非常困难 而且这么多的被篮 这还是反映一个队员的心态 和关键球怎么去打 所以还是需要突高 还是觉得他们在领先之后呢 有些着急 有些球就不是打得特别耐心了 想靠两边的强攻来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的强攻 有的时候对方篮防起来 更加方便 派国队现在落后一分 后排换一个队员上来发球 换上来的是19号柴斯里 获得了一个队员获得了局点 好球 11号奥姆庞 这个被非打得很单脆 23比24 泰国队还有机会 再逃到我 guests rule org partido 绑起来了 后排保护 这球的二号位 这球可能不是很准确 才是偏外 还有机会 只能逃走 这球上好机会 泰国队可以看到这一段尽管有机会 但是一直都是在打强攻 可是他们的两边的强攻 这个实力还是不够 有快球的机会 也没有敢组织 最终被对方反击 一个后排的进攻打死了 这样波多利哥队是25比23 胜了第二局 2比0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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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我们继续来向大家介绍 2010年世界女排大奖赛成都战 波多黎各队同泰国队比赛的场面 这场比赛是8月8号的晚上7点半进行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是这一战的第三名 那么前两局比赛 波多黎各队两局都是相对比较接近的比分 取得了胜利2比0以先 双方实力很接近 但是在打到后半局 关键比分的时候 泰国队处理的不好 到了关键球的时候 泰国队队员心态上还是不够放松 所以更多的去依靠两边的强攻 进攻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擅长的 他们的摆开打这种强攻 波多黎各队是根本不怕 在第二局的后半局 波多黎各队四次篮网得分 把比分追上反超 最终是25比23取胜 所以泰国队在前半局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按照自己的特长去打 但是后半局 坚持这种打法的能力 显得还是有欠缺 每一个人都要做 在底下下 它的赞法是最终是十分的 一件事都要做 一件事都要做 我们来干净 参加 那一件事都要做 在底下 那一件事都要做 看来 在底下 我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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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底下 我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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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加三 其实加三呢是一个就是完全是由于北京话的口音啊所以形成的这样一个术语他应该是加三三是一二三的三就是在三号位加进去打 的加三 当然北京人一说就变成了加三 当然你叫加三也非常的形象 就跟排队加三一样本来是要打短平快 主攻突然加从中间 来打一下 其实很形象 双方打成四比四平 双方打成四比四平 一分之一 一分之一 打成四比特洁 标语也有 那一下 站上 一分之一 泰国队在这一局又有换人 而在复工位置换了第二局 他们换上了一个身材高一些的选手 这局应该是接应 18号上场换下来15号玛丽桃 泰国队的想法还是想增加一些王口实力 这球还是扣在阶内7比7 波德里哥队领先8比7 到了第三局的第一个气数暂停 第一个气数暂停 这就是在这台北上的原因 我发现了一个名称 我发现了一场过节目的 我发现了一个是 我发现了一个人的 玛丽桃和前景 我就反而做了一个 我发现了一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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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时间到了 把双方接着比赛 三号莫吉卡 二传 有笑蓝网 后排防起来 莫德里哥队经常在二传来不及的情况下 尤其像刚才这个球是二传绑起来的 他们的自由人可以冲上来 从三米线后起跳来组织进攻 当然按照规则自由人是不能到三米线之前 来上手传球组织进攻 但是他在后排传 泰国队队员连击失误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应该的 泰国队应该是在这种串联小技术上很出色才对 才能够和对手对抗 泰国队连续丢分 脚都暂停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领对手的失误 泰国队渡过了这一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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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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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分之后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球 李宗盛 波多多利哥队反击 波多利哥队反击把球打中 25比21 3比0 战胜了泰国队 这样波多利哥队获得了 2010年世界女才大奖赛的首场比赛胜利 他们获得了成绩战的第三 好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就被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是由鸿刚解说的 再见 这句喜剧效果的是最后的一个数据啊 防守的成功率 日本队67% 其实这个数据就已经很高了 防守成功率67%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接近70%了 美国队居然达到了惊人的81% 这是说对方十个球 八个球都打不死美国队 像这样的队伍 你怎么跟他打啊 当然像这样的成功率呢 也跟双方的进攻的质量都不高 有关系 我们刚才在第二局也说了 双方呢都是 在好像在打这种调球大战一样 但是这样的 但是从这个场面上来看啊 这两个队 队员尤其是美国队 作为一支 欧美球队啊 它队员的卡位 身体的灵活性 它的预判 脚步的移动 确实是非常的好 第三局比赛开始 这部队扣球得分 好球斜线 好球斜线 大家看一看 判断球 这个球扣球的时候出网了 太激动了 三局比赛的开局就是日本队开得挺好的 再来一个探头 追求日本队失误了 美国队反击得分 美国队的这个二传手格拉斯 虽然很年轻 1987年出生的 1988年出生 但是他的脚下移动还是很快的 现在把这球防回来 把快球短平快 掉球大战了 连续四次进攻 双方各有两次进攻 都是掉球 可以从转身过来没有反应 运队过往击球了 运队现在连续的发球找人 这球是想找 连续的追拉尔森 这球又是篮网出界 像现在这个国际排坛流行的这种连续的发球找人 而且一个队伍都去追着一个人找 确实是很恼火 哪怕是像中国队 遗传最好的周四红 曾经也是被别人这样连续的追着找 也是出现过失误 这种连续的追人找 确实对一个人的心理考验是极其大的 因为连续的接总有失误的时候 一失误自己心态就会有波动 这个进铁块又被拦了 这个队也领先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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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置 这些ドア своим在后 这种创作能算任何的 为什么这些创作能 MP3 给这个我满轮到 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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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美国队确实在雅典奥运会上成绩不太理想 只是获得了第五名 汉姆洛根是后来转战到市外去打沙灘排球了 去挣钱去了 因为确实在国外呢 打沙灘排球比打室内排球的人有钱的多 但后来狼平在指教美国队之后呢 又花了很大的精力游说这个队员 他又回到了美国国家室内排球队当中 这球没有碰到篮网的手 也不得反超比分 好球 这球掉得很巧妙 很高贏 看舞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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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舞传去 有胡克尔 好球 二号位的调整进攻 美国队的这几个队员都是这样的特点 都不是这种下蛮力扣球的人 好球扣直线 美兰尔森 美兰尔森的力行换人 用17号来踢后排 美兰尔森这段时间的一攻保证的不错 好球 看能不能形成反击 哎呀好歇了 将日本队领先2分 这好像是打到目前为止 日本队第一次领先 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美兰尔森前两局 第二次技术暂停的时候 都是日本队落后的还比较多了 这是对那这样的队转 我们슨不是这种队转 然后看能够赤的币 我们就排在了都有 大家操了 我们开始正确的 我们来看能够赤的币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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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打手出界 日本队的这种后排进攻 也是造打手造的比较多 因为他的后排进攻的队员 本身身高没有绝对的优势 过往点也并不高 所以还是更加注重手法一些 跟队发球失误 美国队距离本次总决赛的冠军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又是后排进攻 被三人篮往篮回 这个球 就出界了 感觉像是压线一样 任命队叫了第二次暂停 任命队又是像前面一样 前面领先 但是一到局中就不行了 出来rimin反正 有机会 有机会 成熟 继续上 一个大快 可以 逮顶 好 正常 有机会 前面ocal 会 这个球是打手出界 无论日本队这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他们在本阶大赛当中 战胜了巴西战胜了意大利 这足够真锅正义作为他的资本 再继续指教日本队一段时间了 篮网得分 21比18 这球剑出界了 发前去 好球 再一次篮网得分 23比19 要求得分 这样美国队就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当然这也是本次世界女排弹奥赛 美国队的冠军点 这球打在界内 这本队还是没有放弃 这时候换上从来没有上场过的松田宽子 松甫宽子 这90年出生的小队员 上来发球 感受一下大赛的气氛 好球 漂亮 日本队快球 再次被防起来 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 只需要抓一次一攻就可以了 但是从日本队的脸上表情来看 好像感觉拿到赛点的是他们一样 美国队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叫了一个暂停 可能让日本队的这种连续掌声的势头 连续下去 美国队现在这种状况确实让我们想起了 之前他的一个队员说过的一句话 美国队现在这种状况确实让我们想起了 之前他的一个队员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练防守也是非常刻苦的 先来看这个球 这边进攻 出界了 日本队再追一分 美国队队员说在吉田米明执教时期 而且是美国的一位现役的队员 当时有一个防守动作没有做到位 结果吉田是罚他做十组 每组是一百个 总共是一千次滚翻 他做到六百多个的时候 腿就已经开始出血了 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 美国队又是连击了 这样的追分要命了 麦卡琴再次叫了暂停 所以对于日本队这样的对手 你真的是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放红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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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贴网了 还有机会 直到四号位 调球 好球 这球落地了 这样美国队有惊无险拿到最后一分 这样以三比零的大比分战胜了日本队 我们看到他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冲上场来 他们庆祝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是他们也作为一支新军 但是在本次世界女排大奖赛当中获得了冠军 祝贺这支美国队 其实他们这个冠军呢也完全对得起他们在本次大奖赛上的表现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三点半呢 我们还将为您带来另外一场直播 是由意大利对阵波兰队 在晚上的七点钟将是由中国队对阵巴西队 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体育频道 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 好的让我们三点半再见